那我也是準備不用過年 OK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那個 學理性跟實驗性的比較多 所以 當然我們的後台城市設計 是有改漂亮一點 不過今天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那 首先是 首先等一下如果大家各位要看的話 就是 在我們這邊Hightback都繼續整理下去 好 我們畢竟已經 數十個 六十個的月面 然後呢 OK 今天反正重點 重點就是有學界的人 跟商業媒體界的人 補助我們很多的觀念 我剛才說過 我們的觀念都很多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點 就是 真的 學術界 在近一百年的時間 的確對於新聞評分 有它的客觀評分的一種方法 就是我們一直在找尋找幾個 裡面需要的東西 那其他比較細的 我就省略 我們看下面一圓的文字 就是報告 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場觀學 宅界跟鄉界 而且在你有五界 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要給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 比較是學術的 新聞學 學術理論的人 想要跟我們 宅界跟鄉界的人 要做更好的密切配合 就是我們今天有的成果 然後 這個 有一個比較好笑的一點 第三點 就是說 要 要努力的 也不用特別努力 反正就是說 有一個方向是 讓社會大眾 關注這個新聞 所以呢 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剛才開個節目算的 然後就網上的政論節目 就增加一個項目 叫做 專門來罵新聞媒體的名嘴節目 聽說收視率可能會非常的高 而且每天都很好罵 比較有趣一點 但是 可能是一個思考方向 然後 那就是什麼 我們還有一些 什麼直播技術啊 或者是每個禮拜 來做節目啊 這些都是我們 今天都有很多 討論的重點 另外 當然今天早上 早上有說到一些 這個 我們 那個全能拆掉 改造完這個 我們前天就開始寫了文案 然後就是 今天問到 比較有經驗的這個 電影系的人 他說 希望能夠再幫 認為我們應該要尋找到 這個 有攝影的經驗的人 或者是有道德 比如說導演經驗的人 他可以寫分鏡圖啊 對於場景的布局有辦法 這個經驗 所以說 如果有什麼 搶著你同學 搶著你朋友 可以來推坑的話 就麻煩一下 大概就先這樣 好 那就今天算是 簡單的成功報告 謝謝各位